2013年文憑事卷1B第5条 这条题目他就说有间百货公司 就给会员一张优惠卡 其中有个会员小芬 他就在这个月份里面 进行了10项交易 买了10次东西 然后他买了东西 每次买东西的金额 就会储存在T1,T2,T3,T4 一直到T10 那这些T是什么来的呢 T就是阵列 就是一堆变数来的 但是这些变数用同一个名字T 那不同的数值就用T1,T2,T3 用不同的数字来记录 例如可能T1 第一次买东西买了30元 第二次买东西买了50元 就放T2 如此类推 好了 这个就是他们买东西之后 那些金额就会储存在电脑里面的阵列里面 那它有10项交易就有10个阵列了 OK 好了 A部分 它就说呢 下面有个算法 这个算法呢 就叫做ALG1 这个算法的ALG1呢 就用来计总金额Total Total 就即是说 它10次交易加上的钱 就是总金额了 OK 好 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程式了 好 一开头的程式第一步就要Total 放个数据入Total 程式一开头都没计 为什么这个总数会有数字呢 当然是重设这个总数是0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程式的其他部分呢 有没有用过这个Total 有没有呢 譬如上一个另一个会员有Total的数值 所以执行这个计总数的程式之前呢 先将这个总数归0 所以Total用0即进去吧 好 然后下面I等于1 由1开始 那做什么呢 下面有一个当循环 这个当循环是什么意思呢 有个条件在后面 如果条件符合就做下面这一段 OK 好了 条件符合做完之后呢 要回上去 看看条件是否否符合 如果条件继续符合又下回 于是就形成一个循环了 那当一个什么条件就执行呢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刚才讲到I一开始是1 然后每次这个循环之后呢 就I加1 即是I等于1 然后I等于2 2又再上去 3 4 5 6 7 8 直至都是10 才离开的 如果这个条件不符合 即是I不知什么15符合了 就走了 No的时候才走 OK 好了 所以这个I呢 很明显就是用来做这个循环的 I一开头是1 然后每次就加1 2 3 第4 第5第6 一路循环 循环到I要跟10有个比较 才走 OK 好了 那I符合条件的 当然要是小过10的时候会执行 OK I是1的时候执行这个循环 2的时候执行这个循环 去到9的时候都执行这个循环 好了 去到10的时候 还执不执行呢 因为I是1 它有10个变数 所以I是小过等于10的时候 就会执行这个循环了 OK 好了 即是说I对1 会执行 2会执行 去到10等于 都会执行 去到I对11的时候就离开了 OK 好了 那问题就是执行些什么 这个是个总数 个总数 一开头设定了它是0的 OK 然后I对1的时候 就要将T1寄入去 OK 但是如果就这样写T1寄入去 就是TI I对1的时候TI寄入total 然后再循环T2寄入total的时候 T2会执行之前的T1 T3的时候又会执行之前的T2 所以不可以就这样将Ti寄入total 就做到一个累积了的效果了